你 我老婆 对不起 姑姑 我来饭了 老婆 酒洗我会办的 你妈要的彩礼钱我也会给的 孩子 我们以后再要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 是不是很疼 我帮你回家 丫头孩子 我吓了孩子 还在我肚子里呢 有什么 孩子还在 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 太好了 我孩子比我家人 我舍不得 妈 妈 妈 阿姨 把房子退 还能把该省的钱都不是找你孩子 好吗 因为我舍了就是 我舍了都不得了 肚子里的这个小生命 肚子里的这个小生命 既是我的软肋 也是我的盔甲 让我为沈泽留下来 又增添了几分坚定 为着一个目标而努力 没有人轻言放弃 或许 这就是家的意义吧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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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你啊 就得现在 把我们的钱给我走 好 这儿是吗 对 谢谢 谢谢 下次打点啊 刚租这个房子的时候 本来还想着 能让你看看最美的夕阳 最后没想到 这么快就搬走了 好 也不是每天都是晴天啊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时间去看夕阳 所以你也不用太有执念 你不用安慰我 让你幸福 才是我的执念 你为了我 放弃了去上海 照顾我的话 好了 不用再说这些了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不要你来牺牲和报答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那天在手术室的时候 真的特别害怕 我觉得很委屈 甚至后悔 我恨你为什么不来拦着我 但是当我在走廊 看见你的那一刻 我就踏实了 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 可以让我信任 让我依靠 云谦 有你在 我们可以去克服所有的困难 哥哥 今天是咱俩领结婚证的日子 我当着结婚证 给你发誓 我以后 一定会给你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 一定会给你一个 最盛大的婚礼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 我就 就怎么样 你还要发毒誓啊 请不吝点赞 就想不吝点赞 那边